上兩年8K電視70-80吋賣成十多萬 近年各大電視品牌都力推8K電視 所以無論尺寸還是價錢都算入屋 相比起現在主流的4K電視 其實8K的畫質提升了多少呢? 今次Price就找來兩部都是65吋的4K和8K電視機拍在一起 看看看片打機畫質相差多遠 在開始評測之前,先跟未subscribe的朋友說 記得去訂閱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那就不會missh到我們的新片 至於已經訂閱的朋友,多謝你繼續支持我們的製作 我們會繼續做不同的電子產品評測影片 記得share給朋友看啦 說起買電視,不少人都會想起碼用5-7年 所以寧願比貴少少買一部畫質好些,功能豐富些的型號 而一部中高階的4K電視,價錢至少都要5位數 很多人都會用信用卡付錢,可以儲分又可以做分期 但始終不是每間店都可以給你做分期 遇上這個情況,用DBS信用卡買東西 就可以用DBS Card Plus App入面的Flexi Shopping 申請將單一簽帳分為6個月或12個月的分期還款 先簽帳後分期,讓大家慢慢找數 買到心頭好之餘,亦都可以靈活調動資金 Flexi Shopping全新客戶在推廣期內經Card Plus 成功申請6個月分期 就可以免費體驗Flexi Shopping免息分期3次 真正無優消費給你買到盡,8K電視一部到位 如果急需現金周轉的話 Card Plus亦都會提供Instant Cash 私人貸款服務,即時批核和過數去你指定的銀行戶口 24-7解決任何現金需要,令到你的Cash Flow更加靈活 DBS Card Plus在App Store和Google Play已經有得下載 所有DBS信用卡持有人都可以登記使用DBS Card Plus的App 而未有卡的朋友亦都可以用App即時申請 最快幾分鐘便會申請成功 體驗新世代信用卡和貸款管理的好處 現在4K的產品越來越多,售價都越來越划算 很多觀眾都叫我們多拍4K的影片 可以看到4K的影片,其實內容都很普及 經常都說4K,其實怎樣才是4K的內容呢? 我們就要由解像度開始講起 解像度是指螢幕的畫素數量 數值越高就代表畫面越精細 可以呈現更加敏銳及真實的影像 4K電視即是UHD Ultra High Definition 有380×2160的解像度 是一般1080P Full HD電視的4倍 假設FHD電視與4K電視擁有相同的螢幕Size FHD就會有207萬像素 4K就會有829萬像素 4K電視畫面由較多像素去組成 所以畫質會比較細膩 甚至我們用肉眼都會分得到猜疑 至於8K電視解像度就是7680×4320 在相同螢幕Size之下 8K大概有3318萬的總像素 即是4K電視的4倍 隨著8K電視的發展 行業對於8K的定義和規範都已經出現了 怎樣才可以稱為8K電視呢? 美國消費者技術協會規定電視必須符合以下幾項標準 才有8K Ultra HD的資格 首先擁有一個或多個HDMI輸入並且支持10bit 每秒24、30、60fps的徵速率 以及BT2100規定的HDR 還有HDC、PV2.2或相似的螢幕保護 之後就是具備升級SD、HD及將4K轉為8K能力 最後就是擁有接受及顯示10bit 8K圖像的能力 理論就講完 話就說8K電視的解像度是4K電視的4倍 但實際觀感又是否差那麼遠呢? 今次我們就找來兩部一樣大小的 LG 65吋4K及8K電視給大家參考一下 首先就是AI-ThinQ 4K-LG NanoCell TV Nano86 接著就是Real 8K-LG NanoCell TV Nano95 如果要看最新報價情況可以看下方的連結 剛才我們用4K電視看4K蜘蛛盒的時候 覺得整體相當不錯 表現完全是有到達我們的預期 例如蜘蛛盒的衣服上的線條紋理都呈現出來 而在低光的情況下被人看到細緻的質感 整個畫面顯示出來的強烈對比度帶出立體感 而8K電視體4K source又怎樣呢? 我們用剛才一樣的場景作比較 可能配備Alpha 9 Gen3 AI Processor 的8K處理器 以不同方式例如 Ai-8K Upscaling Ai Picture Pro Face Enhancing 以及 Image Enhancing on SQM 雖然立下眼可能會覺得沒什麼分別 但仔細投入暗體就會留意到差異 整體上是令人感受到影像質素的提升 細節都會多一些 層次會順滑仔細 尤其是線條會更加銳利 所以立體感會更加強 我自己就覺得它的暗位黑位相對上做得比較好一些 而且畫面播放時都十分流暢 除了試看電影 我們亦分別用兩部電視去試看足球賽節 Price YouTube 4K 片 以及Netflix卡通片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跟著去Youtube 片看城市景色的8K Source 如果用4K 和8K 電視去看 8K 給人的感覺發揮得更加自然 尤其看細節時 例如路牌和建築物的線條會紮實一點 光暗和顏色的轉變還有順滑程度都會更加好 至於打機的效果又是怎樣呢? 我們用了PS5 和HDMI 2.1 線 連接兩部電視去試玩Returnal 這遊戲裡面有很多火花和光束的流動 在8K 電視裡面 光源的起和滅都呈現得很順暢 人物身上的反光位都做得很細緻 令到整個畫面都很像真具體 眼睛可以說是看得很舒服 我會說是相當之上心願望 而4K 電視其實表現只是輸了細緻度少少 我們由SD、HD、FHD直至4K 在2013年開始出現 直到現在2021年4K的產品和片源都叫普及了 求真是我們很自然會響望的事 而可以再進一步去提升令人置身其中的8K畫質 所以8K的發展都是必然 現在買東西的時候我們都很喜歡說Future Proof 買得電視都預計至少用5年左右 這5年用得好不好值不值是相當重要 其實大家都知道現在8K的片源不多 相信這幾年4K片的內容仍然是主流 所以未必很急切要換到8K電視 當然現在8K電視的技術都做得越來越成熟 AI Upscale令到4K畫面變得更清晰紮實 再加上現在手機、PS5、電腦都支援8K輸出 所以現在入手8K電視都叫做有得發揮一下 不過就要看回自己的預算 而其實8K和4K只是買電視的其中一個考慮點 還有其他地方都需要考慮一下 例如面板、連接、刷新率等等 下一條再跟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大家有什麼想法呢?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很快就會有新片跟大家見面 所以記得Subscribe我們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下旁邊的鐘啦